Hello 大家好 又跟蕭公做今天的醉宴 醉宴 因為我在雷王家 受不住誘惑 不好意思大家 偶爾叫聲 我受不住誘惑 不要緊的 我們介紹一下這裡發生什麼事 養不吃雞 雷王 買了這個很棒的 台灣 椒鹽 雞扒 然後 這個才是上天堂 它不單止是整潔這個 它施藏這個 珍藏這個 靚白酒 古之前正常 這個才精彩 這個是檸檬酒 嘩 不是軍道橙酒 橙酒是橙味 這是檸檬味的 靚酒來的 Liqure來的 送雞扒 親到處 聲音都變了 所以我都算是這樣 我喝清水 好受得住誘惑的 魔鬼 天使 看著 就這麼簡單 沒有提供 不好意思 這個口味問題 沒有說魔鬼 魔鬼受誘惑 吃好東西是好事 好正經的 最現行不是說食物的 最近有人說了一些 不是很正經的東西 激怒了人 激怒了什麼 就是那些 不正經的就不刻驗了 樣子很正經的 樣子很正經 在日本旅行的時候 更正經 最近出席的公開活動 學生自殺 因為未做好生涯規劃 遇到騙的時候 你不相信 用回他的情況來形容他 頭髮太單薄了 比較涼和薄 又像 上牛心生 涼和薄 這件事引起了出來 到底什麼是生涯規劃 香港學生是不是真的因為 生涯規劃不夠 就多了人去自殺呢 生無可戀 因為你沒有生涯規劃 我又不覺得沒有生涯規劃 香港學生應該是世界上發達地區之中 一個生涯規劃最早 也是最嚴謹的其中一個地方 有位媽媽說贏在蛇精前 規劃到這個地步 由蛇精前的時間 去計算準確 即是你連卵都未成為樣子的時候 他已經在規劃中了 然後規劃如何報名 進入那間 興趣班 什麼叫做 幼兒院 幼稚園小學 一直規劃到這個 大學畢業 甚至 幫子女找老婆老公等等 香港小朋友 未出生都在規劃 規劃都很厲害的 為什麼沒有生涯規劃 跟這個自殺有關呢 所以 因為欠缺生涯規劃 我覺得 首先跟事實有關是另一回事 吳局長說 香港學生欠缺生涯規劃 我覺得 不是客觀事實 最慘的是什麼呢 反過來來說 其實 大陸界都反彈了 有些小朋友 之所以沮喪 有些大學生 都自尋短見 是因為他們 被錯誤規劃 正如剛才所說 什麼興趣班 見過那些情境是什麼家科呢 有些小朋友 把他扮成天才兒童 八級鋼琴都會弄得怎樣 然後他拿完證書之後 把琴套都扔回給媽媽 以後不會彈琴 這麼簡單 你規劃了 說他要懂得彈琴 去到八級 或是很成功 令他原本對音樂有興趣 變成討厭音樂 就是這樣來的 只是我們自己看回 音樂來計 蕭公都很熟悉音樂的 音樂界 香港 香港 對音樂的訓練 是很早的 亦都是很嚴格 過早過嚴 不讓樂趣為主 好 結果香港出了多少的音樂家 不在香港就有機會出到音樂家 你看看香港的學生 到底有多少個真心喜歡音樂呢 很多教琴的老師都說過 真的沒有 但是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 那個考官 在最高峰的時候 可能是有幾成人來香港監考 世界最厲害的城市 但是真的 這些規劃 想問一問 吳局長 是好的規劃 還是不好的規劃呢 有生涯規劃 和有好的生涯規劃 和有壞的生涯規劃 也是三回事來的 局長 可不可以搞清楚一點 教育界最大的反彈是甚麼家科呢 起碼是有良心的教育界 頭髮又良又薄 教育界的反彈是甚麼家科呢 其實有一個很過癮或者很吊詭的概念 你不是讀人民方法是很難搞的 就是說 Plan for possibilities 很多人忽略了這件事 一個正確或者 準確的規劃的甚麼家科 是規劃去應付一些你未必預先可以規劃到的東西 正如甚麼家科呢 你獨立的能力 你自處的能力 你待人接密的成熟的水平 令到你可以有一個正常 甚至可以發展自己潛能的機會 這些規劃 其實是規劃你去面對一些 不確定性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人才有彈性和靈活性 在外面的世界發生變化的時候 你都能夠適應 你反過來看看人家的死人鬼佬才算 德國的幼稚園是最明顯的 日本的幼稚園都是一樣的 不是規劃你要做些甚麼不准做些甚麼 反過來 它是要你習慣了 群體的生活 要有禮貌待人 要懂客氣 守秩序 不是硬性規定你 問題是你有了這個 精神狀態之後 將來你再發展下去的時候 就可以有一個 全面均衡的人格成長 你不說人格成長 你不說人格健康 只是說他硬性地要多少生治 要多少算術公式 要多少級的鋼琴 還要記一些醫學的骨骼英文名詞 骨骼英文名詞 幼稚園就瘋狂 這些所謂的硬指標 你以為你在規劃 但其實 在破壞 破壞正常的兒童 成長所需要的人格健全 你沒有了這件事 你沒有了應變能力 你沒有應變能力的時候 任何東西都變成挫折 所以你就會自尋短見 遇見挫折的時候 其實就是 好像阿楊所說 到底我們所謂 有還是沒有 要不要 這件事的話 搞清楚你實際上要什麼加科 其中一種說法就是 錯誤規劃 錯誤規劃還可以另一層的錯誤 錯誤規劃不可以規劃別的東西 我就不要學鋼琴 我要學芭蕾舞 我要學打球 我要學武功 你說什麼都好 當你的硬性指標出現的時候 其實都是錯誤規劃 因為你規劃硬性要做的 所謂技術水平的東西 而不是一個人格 健康平衡成長的東西 這價格反彈是很大 但大家可能那個焦點還沒有很準確 因為你說要把這個概念灌輸給 怪獸家長 很難 我試過勸 同台吃飯的怪獸家長 說自己怎樣 服務興趣班 兒女如何考名下 其實不是說兒女多厲害 而是說他自己多厲害 是他的成就 對 我說這些不太好 應該盡量讓小朋友玩多一點 輕鬆一點 因為聽完很生氣 他沒有直接發脾氣 他覺得你是懷疑他的心情意 他直接覺得我是否定他的成就 他覺得這是一個教育的成就 教育的成就 你這樣 落他面子 走開吧 不再跟我說話 我明白 算了 同台吃飯 免得搞得太僵了 你剛才說的 規劃出現一個錯誤規劃 有一個 一個個案是 教育學院 教語文 教音樂的 講師 說過我聽 有一個 他住隔壁屋的 一個六歲 一個八歲的 兩兄弟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大年紀 都經常哭 哭到他父母很害怕 帶他們去看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現在很繁忙 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經常說 你看他們的越來越小 真可憐 其實心理醫生 聰明的人就明白什麼事 通常都叫家長 陪同小朋友接受治療 怕小朋友心理 受不了 其實是假的 實情就是 心理醫生一早知道 出問題的是家長 家長 其實小朋友 陪家長接受治療 對 後來發覺 大家都不用治療 他只是叫家長 你回家 給你兩個小孩 說廣東話 原來說 兩個小孩去到這麼大年紀的時候 他們每天都被迫 說英文 但他們不擅長 社會環境不是英語環境 只是不擅長 錯誤感很大 錯誤感很大 令他們表達不到自己內心的感受 結果他們就 停留在哭的階段 因為小孩未懂得 語言發展得不好 表達就哭 哭 有錯誤哭 一直大的時候 語言能力掌握得好 就不會那麼多哭 他們到六歲八歲還這樣哭的時候 原來只不過是 不讓他表達 他不是不懂得表達 是家長 不讓他表達 好了 兩個家長 那時候害怕 很簡單 馬上說廣東話 沒事 不做哭 這些規劃 他這兩個小孩是夠運的 如果過多一兩年 還是他明環不靈 他就跳樓 分分鐘跳樓 就算不跳樓 都真的長期接受精神治療 他挫折已經大了 不能接受精神治療 現在已經說了情緒病 精神病等等 那些精神科醫生 看來 那些小孩來求診的年齡 越來越小 實質上真的需要 接受診治的 應該是他的家長 所以 所謂 怪獸家長也好 生活規劃也好 千萬不要打算調轉 一定是對的 我要規劃另一件事 也不是完全不規劃 而是反過來想 科學規劃 到底他如何確保小朋友 正常的人格形成 這才是重點 沒有人想這件事 起碼你應該是 小孩基本禮貌要認識 你不要搞到 變成怪獸小孩 表面上認識很多東西 但又放縱刁蠻 或者不要變成 那麼大人 還坐在嬰兒椅子上 嬰兒車上 他沒有自理能力 穿衣又不懂 穿鞋又不懂 繞鞋帶又不懂 有人照顧了嗎 這些東西 家長覺得這些東西 不要緊 才過癮 第一覺得不要緊 第二就是 我請女傭回來 用到盡 老闆心態 香港老闆心態 你一做到老闆 老闆也沒有那麼變態 用到盡 你用盡都是用在正常合理的地方 用到盡是什麼意思呢 我請你回來煮飯 中西二日 每一間餐都懂得煮 這就是用到盡 問題是 我請你回來煮飯 你煮完他的貓 可以嗎 傻的嗎 你明白嗎 搞到兒子不懂得成長 破壞了自立能力 這就變成 請女傭回來 你害了兒子 對呀 完全 counterproductive 所以說 這群人明明發生什麼事 難得的就是有一個通情達理的 梁博局長 認為那些怪獸家長是沒有錯 錯是自殺那個 你沒有規劃 你自己 遇到有事的時候受不了 你們的問題 所以鬼佬有一個很過癮的教育格言 什麼家科 那些人 是被教得很蠢 是被教得很蠢 人沒有理由天生蠢成這樣 死樣 令到他 是一種殘廢 是一種殘廢 他根本沒有辦法 完全人格 他不懂得照顧自己 甚至不懂得尊重別人 或者不懂得尊重自己 完全沒有應變能力 甚至沒有一個 即是 即是自己懂得拿主意 那麼簡單 都沒有 所以總之是跟規格做 跟規矩做 考試機器 差不多就是這樣 而且預事的時候 就喊喊喊喊 或者叫 有關方面幫忙 最記得前幾年那個 英國 他不要自己想解決 英國大風雪 那麼 英國機場 那裡的房機不能升降 花食 花食 他們已經是大學生 在英國留學的香港 大學生 英國是精英來的 父母又精英 他們又精英 我當他們是 就哭了 打了電話 回香港找媽媽求救 找爸爸媽媽求救 即是大風雪機場封了 沒有地方去打電話 找媽媽 爸爸媽媽就來吵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不是錯了 吵香港政府 為什麼不找包機去接他們 他們的子女回來 大風大雪 大哥 現在不是沒有飛機 飛不到 機場 為了安全 是一件不可以升降 大家都試過滯留機場 你也試過 我也試過 滯留機場 平常是很安全的 又不是什麼恐怖協詞 什麼都不是 第一 他們那群大學 在英國讀大學的香港學生 他們不應該 如果他們是正常的話 如果他們是正常的話 不應該打電話來香港 找爸爸媽媽求救 不用啊 他爸爸媽媽如果是正常的話 就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 更加不應該去投訴 香港政府 不派 不包機去接他們回來 真是爆腦 比作我們以前那群人 怎麼玩的呢 你真的滯留機場 很棒啊 看看哪個附近有美女要照顧一下 最好 旁邊那一部 都不知道 滯留多久 聊聊聊天啊 認識別人啊 沒有冬親啊 給英國帶你穿一下 充電話 我這些都不會追女孩子 都會這樣想 你會認識朋友 你會認識很多朋友 你也會傻了 健康啊 可以 約人家 像企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 基本是在環境內 明知不會有什麼風險 諸如此 在日常修我都見過很多靠媽媽做扯線 我見過有一個六呎高的男生 樣子很英俊和正常 帶他去看牙醫 媽媽帶著他看牙醫,媽媽到他的胸口 都是中年女人 然後護士叫他,媽媽進來,他不是有反應,他在等媽媽的反應 媽媽說,叫你呀,然後他站起來去 我覺得他很有規劃,他的規劃就是一切聽他媽媽的規劃 這個年代都還有這種事,貓也受不了你 貓不讓你規劃,很有性格 問題是有類似的現象,大學的營身的講座 有些學校聰明一點點的 說明叫你家長奉勸你不要一齊來 你進大學了 有些很奇怪,一切向錢看,有些真的會這樣做 歡迎家長 家長會我最近看到 家長會還是家長會 大學營身,麻煩你成年 你家長來做什麼?你畢業來慶祝就沒什麼所謂,很相關 但我們現在教你的兒子做大學生,為什麼家長還可以發聲? 有香港特色的教育和規劃就是這樣 但問題是家長是這樣,學生是這樣 家屋性傳話 但你大學的管理層應該是有... 他應該有另一個想法,很過癮 還是大學的管理層本身都是怪獸家長呢? 極有可能 我發覺很多都是學歷極有可能 學歷高,不是指他們的學問和修養等等 純粹講學歷 他可能跟怪獸家長同類,心靈相通 照顧自己的同類都... 升升上升 所以我看見大學應該有家長日的 中學已經有很多學生,家長日... 就算有家長日,就視乎你的目的是什麼家法 例如開放日,歡迎家長,沒所謂 沒問題 每個人都歡迎家長,不單單 問題是你應該是自己學生自己學獨立的時候 他的家長仍然在這裏 怎麼搞錯呢? 所以就完全不知為何會這樣 這個吳克健... 這件事已經存在很久了 為什麼我們吳局長 又不去關注一下 就去關心這些所謂 奇奇怪怪的所謂生懷規劃呢? 不如反過來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們都在吳局長什麼時候正常過啊 那倒是 想起他什麼時候正常過啊 還沒想到啊 最經典一鑊就是 講TSA的時候 去了日本 不要妨礙他 他去日本上花 為什麼去日本啊? 都不愛國的 他就叫香港的學生要認同祖國要愛國 他就在關鍵時候去了日本 給錢日本花 極其量 他是為國爭光的啊 他在日本做過什麼? 大家沒有怎麼留意的 豪食 豪玩 威給你看 為國爭光 哦 反正啊 他就叫做為國爭光啊 反正啊 那我無話可說 唯有是這樣的 怎麼繞啊 我不會繞啊 再不是了 他第一次上台叫做國民教育 厲害 能人所不能 完全不知道 在做什麼 能人所不能 沒有一個人可以爆那麼大隻鑊 在沒有問題的情況下 爆那麼大隻鑊 他就做得出了 可能他上這個位置之前 他是沒有規劃過 他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 他以為 即是不局長 以局長生涯來說 是沒有規劃過的 沒有規劃過 這個教育局局長 應該怎樣做 沒有好好規劃過 大部分的時間 他去了規劃旅行嘛 要規劃的這件事 不是去不了那麼多旅行的 能人所不能的 這個局長 還有出席一些公開場合 說一些奇怪的東西 這些可能就是他的規劃方式 所以這個局長 有一件事是很奇特的 那麼多個局長之中 他唯一一個 是建制派和非建制派 都一起插他的 沒有另一個 十幾個人 我真的找不到另一個 能人所不能 而插他的那些 還要是根正苗紅的 包括根正苗紅的 那些愛國教育組織 啊 直程師 直接寫在報紙上 出賣真名罵他 因為我佩服到 沒有人能做得到 很棒啊 吳局長 沒有人能做得到 是他才能做得到 厲害 現在他說 正經不要說吳局長 其實香港現在 他針對大學生沒有生涯規劃 其實大學現在的宵公 你和大學的教育接觸比較多 生涯規劃的 都很混淆的 第一 的而且大家都很功利 一向都是這樣的 你以前的溫友仔 醫生律師 建築師 會計師 有很多事情 基本上現在沒有怎樣說過 但是更嚴重了 什麼加科呢 大學生 開始沒有了那種 追求學問的熱誠 真的沒有的 你說去玩的 絕對有 不要浪費大學 四年青春都正常 沒有所謂的 對 但是你發覺很過癮的事情 就是很少可惡 好像以前那班 做學問的那班 砰在一邊 埋手書堆 是少的 是嗎 是少的 我不是說同齊壓力 朱兒子 這個歷代都有的 但是真的用心做學問的 是少了 很奇怪 還有他們就是考試道向 嚴重了 當然你整個文化 推上來都是說 總之你懂得考試 不得業的 問題是大學現在 他自己也有少少惡習 在獲勝循環 大學本身也是接受了這件事 就是說 他製造了很平庸的人出來 平庸到什麼地步呢 總之你考舊試 儲舊學分 就已經不得業 甚至有些以前你鼓勵他們自己自立 以及自己去闖蕩 甚至自己 犯錯 應該是自己撞板的東西 大學都開始介入了 等於說以前很簡單 你小時候都領教過 可能做暑期工 兼職 幫補學費 現在很有系統地做 大學是會 安排你那種的建築 安排暑期工 方死你不懂得找工作 問題就是這些規劃 需不需要做年輕人的東西 你自己去考慮好嗎 照大學就應該自己去考慮 我們那時候都是自己去考慮的 你撞到口中面車是不重要的 這是一個錯誤學習成長的過程 大學現在是 有些像怪獸家長 樣子真的沒有說錯 大學高層有很多怪獸家長 他們用同一套對小朋友的東西 塞進大學生的那裡 入大學就要一個什麼餅帽 然後有什麼職業 甚至是興趣活動 都可以幫你規劃 還錢打人害怕 現在拿三千元是俄羅斯的旅遊 按道理 我都喜歡樂此不疲 按道理就應該大學的活動 是學生自己去做 應該是自發的 以前都是貝囊團 自己就組織去游東歐 沒有人理會你 有時候不只是旅遊 貝囊團那些是自己找些些朋友 出去絲綢之路等等 還有一些是直接去學習 或者是自己去當地 找一些對口單位 去大陸也好去哪裡也好 然後組織一些同學 在香港去之前 有一些學習班 打了之後去到那裡 大家真是為某一個目的去看東西 參與者或者組織者 都是DIY的 應該是大一個兒子大一個女兒 大學生來的 自立能力是會撞板正常的 但很奇怪 大學和怪獸家長 不夠膽叫大學生撞板 很奇怪 現在整個社會都是不敢 給年輕一代去撞板 問題就是他早晚要獨立 早晚離開大學的環境 早晚要賺錢 早晚要上班 早晚要上班 有什麼可能他會不面對挫折 那是很奇怪的 你平日上班嗎 很奇怪 日成學說要增加競爭力 因為社會競爭其實越來越厲害 他們其實有沒有想過這些規劃 在削弱下一代的競爭力 真的是惡性循環 所以你從後果來看 香港產業單元化 不是地產能金融 每個人都炒賣 每個人都走捷徑 沒有人真的做一些 實業事 反過來看小朋友過的是什麼生活 今天真的有人寫了這件事 次官寫的 就叫做練精學懶 什麼叫做練精學懶 就是自小規劃到好的聰明仔 總之考試不考就不用讀那些 小題琴可以有助升學 我喜歡不喜歡 這個練精 鋼琴一定是英國皇家 音樂學院要練的 以酒精面來計 這個練精這下絕對沒有話可說 就算你認識什麼朋友 去什麼教會有助升學 完全計算了 這些都是練精的 我說了教會 去受洗 有些為了入天主教的名校 早幾年 不是因為天主教不輕易讓你去洗 他們直接出公海 找來自菲律賓這些神職人員 用船出公海和你受洗 然後發張證書 叫做天主教徒 簡直是上帝的神職 在公海上面 即是家長做個榜樣 連精給小朋友看 你不用跟任何這些 你不用循序漸進 你不用跟規矩 你不用打底 你不用結實的東西 家長教你如何連精走 你只是報這個假地址 小朋友已經懂得看了 我不是住在這裏 但我的地址寫在那裏 小朋友是在夾口供的 別人問你的時候 你住在哪裏的小朋友 這個地址 他自小就說謊 所以次官就說了 練精學懶 練精這次的歌都是聰明 問題是沒有人做結實的實學 現在看不到那些大學生 真的很有興趣 說要做學問 如果你說我發這個榮苑 我要做某些學問的話 那些同學會笑你 好多人害怕 所以練精是肯定的 學懶是什麼家科呢 有一點點對應的 走哲經 用最懶最簡單 不用用老的東西 發達來買樓 來炒股票 來炒電話 或者在讀大學的時候 做傳銷 那你就可以做結出了 那你就真的結出了 很難 極度 他根本不用努力 去解決某些東西 他是用最少的精力 最少的投入 最少的時間 最少的時間 最少的 風險的東西 去拿到他要拿的東西 拿最多的錢 特別是錢 當然是錢 所以為什麼 似乎說 那些傢伙死是死的 那些症狀是甚麼 就是練精學懶 大家都明白這是錯的 但他們是在做的 樂此不彼 所以 反過來看 什麼生涯規劃 你連人格 都不能夠形成 你跟人說什麼生涯規劃 他自己會規劃一些東西 就是我兩年功劃斷層樓 認識一些人 每個月要有用 你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做一些無謂的事 全部都是以上流 社會 來目標 如果你是這樣計算的話 這樣也很有規劃的 絕對是很有規劃的 一條心去做那件事 問題是你是不是 想過社會純粹是這一類的規劃 很單薄 很單元化 你的產業 不會多元 你不要創意 那些傢伙 所以是連財 就像是連財 就像是 此官說的 踢爆了一件事 就是 老闆用人用盡 所有創意創作人才 編劇那些 根本不尊重你 最好是流水式作業 有幾個小時 出了幾多分鐘的製作 最低的成本 最容易入屋 最容易賣廣告 最少的演員成本 做得可以做的事 連財、學、懶 創意產 也不見了 你試試認真去做某些事 很過癮的 等於黃維基認真去拍電視劇 我就不給你一個牌 還要弄得他很慘 你練財、學、懶 如果應付這件事 第一 你要巴結有權勢的人 你要掩飾自己的真正企圖 你不要讓別人覺得危險 或懷疑 然後就是用最懶的方式去巴結 巴結 即是認識一些適用的朋友 不要說巴結 你說得太過坦白 那黃維基就不做了 P了K 做這些的就是做結清 認識一些適用的朋友 所以你說什麼生涯規劃 例如說你的身教是什麼樣子 你的制度是什麼樣子 你的管治心態是如何 結果不是就是 這個唐生君唐宇惡性循環 你說什麼是規劃 那些小朋友 其實真的 你看他的心理學 是明白什麼一回事 自殺其中一個意思是示威的 他不滿意反抗 但他沒有其他方法 自殺給你看 他死給你看 而且那個自殺的年齡的跨幅 也挺可怕的 從小學 即是高小 到大學生也有 而且大學生更加可怕 大學生 其實已經算是在學業上 在香港 屬於勝利者的那一班 當然 在別人的規劃之下 他是勝利者 他要面對真實的自己 他是否可以面對真實的自己 其中一件事最明顯的 人們看得太簡單 他學業 錯誌功課繁壯 頂不順緊張 於是他民生死念 諸如此類 想清楚 為何會有這種錯誌 如果那範是不適合他讀的 他為何不敢讀別人 因為沒有想過讀別人 令他自己開心的事嗎 奇怪 所以就說是呀沒錯呀 他真的可能面對不到功課壓力問題 這個壓力 每個人都要面對 所以唯一的解釋 根本不喜歡 讀不上 根本不適應這個學科 而且很簡單 他沒有一個應變 或者後面方向做其他事 沒有這個應變的考慮 一條死路做不到 怎樣啊 第二句 死了 還有你 這個 學業的壓力大 不讀大學不用死 功課壓力大 我就不做功課 考試不行 我就零分 所以社會的犯態 什麼加科呢 就是根本有很多可行的活腦都被封殺了 你做什麼都可以是不對的 除非 某些人 所謂利益階層的 認可你做的 例如你買樓 認可你結晶 你試試玩音樂玩得厲害 我畫畫得厲害 人家跟著問你 你賺多少錢 我正是賺錢嗎 你沒有了那個人生的趣味 你人生沒有了趣味在這裏 自然你就想死了 你自己也懂得說 只是屈到想死就是這個意思 你的社會沒有任何其他 角色其色 擱展楚場的機會在這裏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還趕盡殺絕 甚至地下音樂演出的工廈 你也會瘋狂埋 你只是打革一下Ben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都要趕盡殺絕 禍救援 但是他長得很正常 其實整個建制 包括政府為首的建制 其實就是想封殺年輕一代的反叛空間 地下音樂 是地下音樂 是一種反叛的形態 年輕人都會翻伴,他就要你乖 你懂得裝乖,就沒什麼 懂得裝乖,或者你踩,但不敢踩出面,就沒什麼 總之你去公下夾兵打鼓,你就大易不道,我一定要釘死你 你想做其他我們為你規劃而外的事,都要封殺你 根本你的規劃概念是單薄得不得了 有什麼可能令到一些原本天生多元化的年輕人 真的可以過到一個自己覺得是合理、美滿、順義的生活嗎 沒有這件事 其實以香港這樣的財富,這樣的社會水平,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他們最記得利益的那一群,就想將自己的利益拿到盡 即是如你所說,尋租,去到盡 去到盡到一個地步,其他人的下一代的活路出路都會封殺 他們都透支了,那就是透支 透支幾代 這件事真的,所以變成年輕人的挫折感很大 就是因為有很多化石腦袋,以為自己很進步很先進 我幫你想想如何規劃他 我尤其是聽買樓的規劃,有一個跟我說的,是一個教育學院的講師 他說他有另一個同事教小朋友買樓 理財不是這樣的概念 他們是這樣的,先買一塊小的,慢慢供 然後就扭換樓,說完之後 跟你說這番話的人是不是五十多歲 他說是 問我為什麼會知道? 我說是,是這群人的 你才算生下精神病 一聽就知道 一聽就知道沒有別的版本 五十年不變 他們認為自己沒有問題 所以就認為買不起樓,就是你不夠努力 我真的跟那些說過 不要要小孩子買樓 樓價過高等等 他們就說 人是應該靠自己努力的 但他們不會考慮一件事 這些努力根本不是一種合理的努力 如果把全城市人的努力 只變成一個奴隸的時候 那有什麼意思呢? 那你現在有哪個小孩子 還未出生 由他媽媽贏在射精的那一刻 已經變成奴隸了 只不過他沒有奴隸之名 就有奴隸之實 你也有一定的水平 才可以爭取成為奴隸 這樣才不妙 以前做奴隸 一窮二霸 被迫的 或者賣豬仔 都還有錢給你 你自願賣身 現在你還要自己抬夠錢出來做奴隸 由你父母 贏在射精前和出生的時候 都已經抬一大塊錢去規劃 什麼什麼興趣 已經有天文數字的支出 到你真的供樓的時候 又是一輩子人 到底他的生涯規劃 除了不斷去熬 以及不斷去付錢出來之外 到底他得到什麼呢? 這種規劃到底是否應該過的生活呢? 所以很過癮 到底是否集體意識造成這件事 或者有某一些 某一些油化這件事 或者無形之手 背後在做東西 但是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今天看到 Facebook有個朋友 報到很過癮的 所謂會有負能量證據出來 那個靠北工程師引返 那有一個疏守 那負能量證據是什麼呢? 就是 原來上面有一個牌寫著 如果你不試過 你的牌 你又怎麼知道自己不是一隻鷹呢? 這個牌是動了懸崖邊,是給雞看的 而寫這個牌的,就是狐狸 於是狐狸是怎樣維生過活的呢 他每天坐在懸崖下面,讓你的雞搭下來撿死雞 這些是生涯規劃的,鼓勵你去創新 你想清楚到底那個牌是什麼人寫的 而香港的版本是什麼呢 如果你不買樓,如何證明自己是成功人士 如何證明自己是結出青年人 而寫這個牌,就不是地產發展商 所以有很多我們社會接受的所謂形態 或是約定俗成的價值觀 價值觀是誰給你的?有沒有反省過呢 所以當大家都自願用盡自己的精力 用盡自己的能力去賣身做奴隸的時候 幫銀行打工,幫地產打工,諸如此類 這些根本不是自己想過的生活 在這個情況下,大家有沒有反省過 這個價值觀是怎麼來的? 所以這句話,依然是說獅子山下精神病 要解釋完呢?要反省一下 好像五十多歲那些 他們也應該反省就是 獅子山下,為什麼要獅子山下呢? 熬得這麼辛苦,除了改善自己生活之外 也是希望改善自己下一代,以及再下一代的生活 人是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再下一代 一代比一代好 當你搞到社會變成一代差過一代 甚至你認為下一代或再下一代 都仍然要過上一代再上一代的那種很慘的獅子生下生活的時候 那麼你到底在獅子生下付出的努力 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說,其實整體生活完全沒有改善 而你認為這樣是好的 所以五十歲的人有很多應該是要自殺的 如果你真的面對這件事,我自己過不去 所以最過癮的一家科 就是反過來,像你上次這樣 你踢爆了別人的虛妄之後 他覺得自己沒那麼生存意義 他寧於不理會你 你否定的成功,你否定的存在意義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不理會你 已經算好了 或者他自己也不會跳樓 所以這次反映了很多事情 其實牽一發動全身 你說生日規劃這件事 其實反過來教育界的反彈 是否沒有規劃才好呢? 就未必一定 但是規劃應該是你健全人格 為什麼應該有的東西不存在 而不應該有的東西出現呢? 這個就真是有段時間 還有你教育界呢 我發覺近這十幾年 以前都有,但這十幾年有一個月來的嚴重 就是教育界越來越多利益山頭 他們又是要把自己的利益去到盡 他規劃以課程來計 他們每個科目都有不同的利益團體 然後他就幫你規劃一些課程 以中國語文為例 對,你做個偏側 他寫到那個課程 規劃到那個課程 全香港學生都要讀 但是呢 模模糊糊 寫到那個課程干擾 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呢 出的那些語文題目 不是語文題目 是不知道什麼奪命四息 全部都是這一堆在大學裡面 在大學裡面 在語文教育界有一個比較高地位的人 就搞了一堆怪獸的東西出來 這些就是正啦 我和你們規劃的這個課程 就是最先進最正啦 然後呢 就把自己的子女 一直說怎樣怎樣 然後呢 反過來說 我兩個女兒呢 都在英國讀書的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們的家書又怎樣怎樣怎樣 我兩個女兒都在英國讀書的 然後呢 他們的家書又怎樣怎樣 我把我的家書上網 哇 說到好像扶雷家書 那麼高級的 那你又說到你自己設的那套東西這麼正 那為什麼不叫你兩個女兒來讀呢 這些事小啦 最近訪問回梁粉松 在陽港這麼有趣的事情 要尊重自己的小孩的志向 就讓他讀國際學校了 他就有分教育教育 他做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直資等等政策 令到整個教育界貧富懸殊激化 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通過教育教育製造一個跨代貧窮 是吧 還在道港風良話 剛剛說的跨代貧窮 有一個很有趣的統計數字 剛剛出了 就是說統計各大屋院升讀大學的青少年的比例 是很明顯地看到 這個不同地區 你越窮那些人 就進入大學的機會是越低的 而這一個呢 其實我本書也有提過 不要說我自己賣廣告 幾年前都寫了的 也有在 就是說 真的做過的研究數據 就是上一代的經濟社會地位 還有下一代的接受教育的水平 那個相關系數是正比到極度的 也就是說 你是處於一個所謂主導優勢地位的話 下一代也順理成章地會繼承這件事 而通過了教育制度的兩極化 強化了這件事 那麼這個兩極化是哪一個主力製造出來的 好像是仰華真的看到了 那為什麼今天竟然有人說六八九不好 就是糧粉蟲是好呢 是不是 大家知不知道他當年 為什麼要搞到下台呢 是不是 他當年在教育統籌委員會的時候 他做過什麼事情 是禍言到現在呢 創造了很多教師的自殺個案 那教師也是沒有生涯規劃 是不是 如果根據梁博局長的說法 那些教師很明顯是沒有生涯規劃 他們沒有規劃到一件事 是將來自己有被人清算的一天 就是這件事 那他們也不會被人清算的 我知道他們很愛國的 每個都有英國籍美國籍 他逼你去參加什麼家夥 那個基準事 你已經想死了 基本上有上班沒有下班 這些就叫做生涯規劃 所以教師那些是最沒有生涯規劃的一件事 沒有下班 我看到有些現在已經嚴重到 半夜四點幾月起床改補 是的 他的生活就不停地改補 晚上差不多十二點才回家 所以你只想一下 這位梁博局長 連教書那些生涯規劃都被破壞桌盡的時候 你想怎樣做一個合理的生涯規劃 給他們教的學生呢 沒有可能的 除了教師的工作量以外 他規劃到你那些新進的教師 是完全不能規劃的 因為你根本沒有一個固定的教席 全部都是合同工、臨時工 隨時解僱你 你怎麼規劃 真的有一個自殺個案 有一個碩士畢業的高材生 他唯一能夠找到的工作 就像剛才說的那些 散工 散工都不知道 隨時是替補教師 即是說別人不上學 請假那些就替上 連續做幾年 人都瘋了 你怎麼規劃呢 因為根本已經斷了 所有這些可以規劃的可行性 甚至他們很多 本來是合資格的學位教師 都不讓你轉 簡直是做不到 連代表都做不到 做TA 做很多年都是TA 而TA 即是教學助理 人工是相當低的 分分鐘低過洗碗 對呀 低過校工的 對呀 而且職業保障 不能跟校工比 做校工好過 對呀 人家是長工 人家有壓力 又沒有什麼 也不是沒有 校工是很辛苦的 對呀 都很辛苦的 人家是勞力 不是勞心 兩件事 你明白嗎 校工是很辛苦的 問題是他作為一個所謂manual labor 他真的做很多很勞力的事情 而不是做教師的勞心 要量度如何教案 如何教書改建 即是你所謂授業的事情 都已經做不到 根本不是在做教育 因為是工廠 工廠裡面的一部機器 人家都不是 隨時可以被替換 所以說 你整個環境出來 涼粉蟲那年代就開始 就是用商界的競爭概念 放在教育界裡 還有一樣 是用商界淘汰競爭的概念 你將一大群其他小孩淘汰出去 即是有人說過 你嫌廚房太熱就不要進廚房 剛才有人跳樓的時候 還是教書的 你嫌廚房太熱就不要進廚房 根本是破壞了所有可以規劃的 所有生涯規劃都破壞了 惡性循環出來就是 學生誰可以幫你做規劃 最不用腦的東西 就是練精學懶式規劃 而且你這樣幫學生規劃出一個環境的時候 真正認真做事那些 又得到什麼回報 他得到很大的懲罰 他沒有回報 你越努力 你的懲罰就越大 即是說 根本的設計 你的生涯規劃 就是用來客氣的 客氣就沒有問題 你居然不客氣 或者你練精學懶 練精學懶就成功了 成功 你認真做事你就死了 對 我自己 就是想惡罰善的制度 對 就是一個叫做劣幣驅逐良幣 在學校是非常多這些 非常多這些 中小學非常多 做生做死那些 是勤勤勵勵勵 老老實實的教師 你去拆鞋 你搞好什麼家伙 校長與家長關係 做多些宣傳 幫他 招收多些有錢的學生 那你又如何 你認真去教書 你夠膽叫別人做學文 那些不是家長 就和你過不去 絕對 學校現在的環境 比以前惡劣了很多 生態 我簡直會說 是一個中毒的形勢 恐怖 而且越來越差 所以你說把這些問題 推在青少年身上 我覺得是完全不公平的 一件事 有很多保護他們 教導他們 開導他們的人 他們自己都自身難保 那你這個環境是誰做出來的 麻煩那位局長 你如果還覺得自己是一個人 還是有些少少 做物者所賜予的一點而良知的話 你若是辭職 看他的言行多年都不相似 他覺得自己是對的 我們先相信人性本善 首先 你要假設他是人 那沒得我說 若是你辭職 若是你真的做出一件似樣的事 沒有 沒有一件似樣過 若是曾蔭權沒有一件似樣過 唯一一件似樣過 他也做了一個最低工資 是直接令到很多基層勞工 那個收入有大幅改善 是脫了貧 對減少貧困人有很大的幫助 他也真的做過一件好事 你這個不黑見 你真的搞到 無論建制非建制都違插你 你自己真是苦心自問 你有哪一件事是好 有哪一件事不是壞 有個好事就是 他團結了教育界 不論左中右都向他開火 這是很團結的一件事 這樣就真的難一點 真的很難做得到 這樣也做得到 六八九都做不到 六八九都有 現在連建制都拉布 什麼叫做不到 做得遲過他 成功很多 所以你說這個時候 到今時今日還說 什麼生涯規劃 所以搞到自殺 他真的 只能說你規劃得自己好 是嗎 可以坐一個位置 拿一份工資 所以就像魯迅寫小說一樣 唐人日記 自女行奸 都是寫著 吃人 你看到的 正常看不到的 很多人害怕 最慘的是 你指出問題的時候 他就覺得你是狂人 你就是瘋了 等於你踢爆那個家長 你很怪獸 他就不理會你 你真的瘋了 人最難面對的 就是自己 尤其是自己有問題的時候 更加難面對 他怎麼解釋自己是一個很失敗的人 所以你剛才說的魯迅 他說的那些事情 很多時候 到今時今日 依然是刺中人的心靈 他當年 魯迅原本是在日本學醫的 學醫的 後來發覺 有一部日本電影 說日外戰爭的時候 有些日本人 拘捕了一些幫俄軍做間諜的中國人 拘捕去打靶 圍觀的都是身強力作 四肢健全的中國人 覺得這些人不是身體有毛病 是頭腦有毛病 現在一模一樣的情況 現在分分鐘搞到連身體也好像有毛病 你自己看看 你如果每天在小朋友規劃著 一個星期除了正常上學放學之外 還要做這麼多的功夫 還有這麼多的所為慶除斑 你猜他的身體會是甚麼狀態呢 他只可以有精神分裂才能生存 除了精神方面有問題 他的身體狀態到底是怎樣 他真的不知道 你是否偏肥越來越厲害 體能越來越弱 越來越容易病 有沒有人做過一個 比較全面的統計 零星統計是有的 其實所謂統計 要害民眾或是甚麼加科 就是他們自殺傾向的統計 小朋友的自殺傾向統計 這麼嚴重 這就是你想要知的效果如何 就看這些統計數目 還有最恐怖的一件事 就是自殺 其實不是今時今日 是去年 或是前幾年已經一路來 人都一路上升 有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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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上個學年 在去年上個年開學時 已經一路飆升 到今年年中 竟然到今年年中才開始社會關注 然後推出一些委員會 慢慢研究 又說結論是生涯規劃 令人驚訝到一個地步,學生自殺 是自己的錯 社會起初覺得是小事,是正常,是靈性的個人問題 到了一年幾天都有人死的時候 才讓大家出來說,才讓大家出來留意 這個才是恐怖的 結論到依然是生涯規劃 這樣才令人驚訝,永遠的問題都是受害人身上 永遠都是弱者的問題 來來去都看到這件事,沒有改過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港珠 繼續去呼應這種規劃,一面就罵局長怎樣 自己在響應 其實也有共業幫兇 這麼簡單 我真的問過,為什麼要這樣做? 每個人都敢做,我不敢敢做 有些家長現在開始會,不要說半變 起碼會離場 香港多了一件事叫快樂學校 開始有家長留意到這件事 而誰先開始的呢 就是一間叫自然學校 小朋友是自然地成長的 放在那裡玩,很少功課 開心的 現在越來越多家長 雖然數量絕對地不多 但是增長又去得很快 有些真的感覺出了大問題 其實只剩下一個選擇 就是脫離你的主流 他唯有這樣做 好與不好,我不敢說 問題是一種很明確的表態 等於說地方不好 就差著移民走 所以這個統計數字出來的話 是顯示了某一個方向 在發展中 就是越來越多家長 難得地 開始醒覺到這些問題 而是寧願脫離主流 名義上令小朋友 沒有更大的風險 認識不到名校 成績不好 諸如此類 可能被人看小理 冒著這些風險 去過一些自然學校 快樂學校的生活 其實這些小朋友 我想成功機會更大 當然 大家想想 你拼命用這麼多錢 去供學歷 學歷的成本越來越高 學歷的貶值速率越來越快 如果你純粹會計算錢 其實這些家長應該想想 這是一個合理的投資 基本上就是在破壞價值的投資 絕對是負回報 根本就是 你不是只供求這麼簡單 真的 學術上很明確一件事 就是你都沒有興趣 有什麼可能你會做得好 你不要玩我 另一類家長 比較積極的 就是我反規劃 前幾個月的TSA反對運動 真的有些比較積極的家長 忠於醒覺的家長 真的出來拼命 不考就不考 不考 還有民建聯李慧琴出來 互斷的時候 即死 我當時知道為什麼 吳克謙每個人都對你了 原來幫他護航的 是會即死的 問題是他真是這些東西 你怎麼會護航呢 我女兒都考TSA的 這樣說 你送你一個沙掌立刻砌 你送你女兒去死 不關我們事 他當場都愚失 結果沒有人敢再為吳克謙 他去護航 實在是太太太 除了這麼太太的人幫你護航之外 吳克謙還有什麼人幫你護航 所以現在去到這個時候 其實有一個好的現象是回轉 雖然速度也不算快 還有人數也不太多 但是每一樣東西 都是由零開始 零跟著一跟著二 一路一路慢慢 總有個 學生都已經興建 2012年那個反國教 就是我反對你規劃我的腦 你要使我腦 我就反對你來規劃我 所以學生才起 學生起完 中學生起完之後 家長才跟著 他真是受害者 有腦的 有腦的就應該這樣做 如果不是你這樣 分分鐘下一個 可能是學生自己 也可能是家長的學生 可別 就算你真是落到這麼多的學歷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好將來 最好是入投資銀行 是不是真的可以入到投資銀行 投資銀行有人跳樓 大哥 做那一行怕那一行提醒大家 都可以的 你猜中環沒有人跳樓 有時候我也是第一點 口癢 如果你想他一個中產收入有幾萬元 所以多讀一些 不如你去學地盤紮鐵吧 賺得更多錢 還不用讀這麼多書 最新的統計 不是說大家一定要去 最新的統計 地盤紮鐵是兩千五元一個月 一天 一天 不用OT 如果自動爭取OT的話 可以一個月十幾萬收入 很瘋 很瘋 就算普通水喉也是四五萬 有個教書跟我說 他的學生 讀書不成 走去做地盤 他說我的學生出來 就五萬元一個月 你教成十幾二十年書 都沒有 都差不多 他一出來 還是讀書不成那個 所以不是說你要去做地盤 如果你純粹訓練你的子女 要賺錢的話 此其一 的而且就算你靠雙手 你一技旁身 都不是一個差的規劃 一句說完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入手術室 拿手術刀 有些是適合去廚房的牛肉刀 他都可以出人頭地 視乎你如何 真的好好地規劃 如果真的職業沒有分貴賤 行出狀元 我真的覺得你真的有興趣 會做得好 會好過你做別人認為自己不開心 我聽過一個真實的故事 就是一個小孩會考不成功 所以不想繼續讀 怎樣呢 去餅店搓麵粉 然後慢慢做餅 然後慢慢學 去到大酒店的做餅師傅 因為他那行 小人進去做 很精的 應該就是說 其實是存在的 但為什麼是無事呢 不用每個人都會做同一件事 而且這種渴求 他做的酒店做餅 是世界都需要的人才 你不用你說話很聰明 但是你做到這件事 他的酒店集團 可以隨時派你去世界任何地方 做師傅 你的騙聞更多 你真的有一技龐身 專長做一件事 所以很過癮地 你比較日本的社會 你說的盟室也好 古板也好 他就是精於做某一件事 即是雷王上次去日本 都會跟我們說 我精做炸雞 我精做壽司 精做魚生 不重要的 沒所謂的 你不用一定什麼都懂 所以你做得好 安身立命 其實你又滿足 這件事又開心 那就OK 問題是這個社會 肯不肯讓年輕一代 去做這些安身立命 看看大家如何爭取 看看大家做法 OK 那一小時了 我繼續吃炸雞 繼續我們自己的規劃 OK 拜拜 再見